来带您看到的是新北市淡水区有一处深山中有个赏花秘境 种植的花很特别 因为长得很像莲花所以被称为木莲花 原本是生长于大陆长江流域一带 如今却出现在淡水 因为呢实在很美 即使要走两个小时才能赏花 不少人也感愿 莲花平时生长在水中 不过在新北市淡水的深山中却有一片树林 树上长满了莲花 让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不禁嘖嘖称奇 生长在树上的莲花是罕见的花卉品种母莲花 原本吩咐在大陆长江流域 五十年前原主已分支的方式种植在这里 没想到现在会开满树梢 形成一片美景 地主欢迎游客入园赏花 但也希望参观时不要破坏或摘取 让木莲花之美能够留给更多人欣赏 联合报吴文良 新北市报道